我印象参加的老师其实都几多 譬如是庞建新牧师,现在是基督教联会的主席 他是中一的时候教我常识科,即当时叫做Jungal Science 后来就做了校长,然后读神学 梁浩然校长,不知同学是否记得他 我很深受他的影响 因为他每一早早上都有一个 我们都要排队听他讲的一个短讲 叫做组会 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短讲 他每一早早都给我们大约15分钟的训练 就将日常生活的事情 他所见到的事事物物,应该提醒我们 他提了很多,我都很记得 但有一件事我很深刻的 他说到做一个好公民就不要乱炮垃圾 如果有垃圾,都要放在自己的袋里面 见到垃圾的袋里面 见到垃圾的袋里面 这个影响到我今天都是 如果有垃圾,我都会放在自己的袋里面 见到垃圾的袋里面 所以我很尊敬校长 在副校长呢 因为副校长是我中一到中七读书以来 讲书最认真的人 怎样为之认真呢 他一气呵成,不用喝水 尽量有气氛令你不敢举手去厕所 副校长有什么令你深刻的印象呢 会不会觉得教学的认真 或者方式那些 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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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律很广扯 足球法力最多是足球许长 我长了一点点 他的人格 我是很受他的人格 影响我敬佩的人格 他是一个很有风骨的一个学者 他做人很有原则 他是不会放弃他的原则 他做事讨论事情 他也是根据这些原则去出事 早上要排队 知道你现在有没有 我又不知和同学有争执 接着我又打架 接着被胡sir抓到副校长室 他负责纪律副校长 上队我很害怕 因为我哥哥也是高额亮面扮演 胡sir就生了我大龙 接着我还记得我做辩驳 他说你们为什么打架我 我说没有啊 我们玩一下而已 我说玩一下 耀老师跟我说 我打到砰砰砰 其实都很记得 李大宇老师就常常教我们 读书成绩差不重要 最重要是做一个有用的人 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相信我们各位同学都有 把他这个说话听在心里面 也有做到你的一件事 当时我很记得一位老师 我那位班主任范建成老师 他在课堂上面 不断帮助我们 如何应付小组讨论 或者是个人演讲一些技巧 我觉得深刻的不单是这些 而是他如何在里面 说我们如何去做人 我们如何能够 对自己的要求 或者是如何去做 我们实践我们 在这个考试里面 这些要求 可能当时自己想 当时听的时候 觉得其实都挺辛苦的 我们可能 再听这些要求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有些沉 但是当日子耐久的时候 或者是过了这个考试 回望的时候 其实是很感谢范sir 一些在里面的提醒和勉励 因为我们有时候 可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会开始冷散 或者是 但是他也很好地去观教 我记得李大宇老师 李大宇老师在我中三的时候 是我班的班主任 他教了中文 通常我们在早上 我们要集队 在这个操场上 集完队之后 上去上堂 第一堂一定是中文堂 就是班主任堂 通常一开始上去 那些人的集中力就 松散了 完全没有心机上堂 那李sir就很好 他有一些说话技巧 就会先说一些其他东西 就是说一些平时其他的话题 譬如昨天晚上 电视做了些什么节目 或者说一些其他很有趣的话题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先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之后 然后才去讲课堂的内容 那讲五至十分钟左右 不是很多 当我们全部听完说话 他就立刻讲课堂的内容 那这个说话技巧 我觉得是终身受用 因为我自己现在去讲课 都会学习了李sir这些技巧 嗯嗯 是终身受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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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终身受用的